下半身消失的穿法 就是一件大帽踢 斗篷嘛 斗篷 那邊有穿 哈利波特 但是他剛才那種穿法 就是很好欺負的女生的感覺 很好騙 沒哪 男生不就喜歡這種 對 但是會遇到不小心負任的 但他就會 你就會成為二十幾個其中一個人 你就沒有專屬的感覺 所以女生在穿那種 Oversize或是下半身消失的時候 你還要穿出那一種 就是你男友的朋友 看到你不會覺得傻逼一個 剛才那個就是覺得 就是應該還在讀國中 隨便紅兩句就騙過去了 對 就紅兩句就過去 可是現在這樣 一樣是Oversize的上衣 但是我們透過了 她的材質跟顏色 還有穿法的不同 你就不會覺得這個女生很好 就感覺她智慧開了 就是應該是有腦的 有腦的 對 就感覺應該是會有腦的 然後她剛才的頭髮是比較中分 然後兩側就整個 抗頭抗臉 那樣子看起來不聰明 不利落 所以我把它分線分到旁邊去 一邊塞到耳朵 其實我跟你講頭髮 這樣子塞到耳朵後 這樣子的這個頭髮 可以做很多事 例如 例如妳在那邊 吃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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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髮 妳頭髮怎麼會 都會掉下來了 太聰明了 這算什麼 這算什麼 包檳榔 對 聽說因為妳這邊有頭髮在對不對 我知道 這樣子的就是短板的燒貨頭 對 對 清純燒貨頭 對 剛才的那個頭髮吃麵 全部黏在臉上 對 對 這個吃麵很方便 而且剛剛那個 我覺得感覺比較衰的感覺 而且如果說這個時候 妳對那個男生有興趣的時候 妳就可以 撩一下 撩一下 我跟妳講這個動作 男生喜歡看 妳為什麼講吃麵都澀澀的 他講這個動作 我剛剛講這個 他老師講是一樣意思的 你講的是真的吃麵 還是吃什麼麵 吃麵 因為吃麵都會這樣子吃 對 男人真的滿會觀察的 你看 他是不是要開始撩人了 好 沒有 這是妳的SOP 沒有… 很流行 平口或大嶺口的衣服 男生也很喜歡看女生肉肩 鎖骨 對 尤其是一點點的這種弱弱的女生 然後頭斜斜的看著臉 然後就 是 如果像濃濃那一種 就是一露那個尖是 不好商量的那一種尖 可以露嗎 其實也還是可以 但是他挑選的尺寸 衣服的尺寸比較寬一點 對 你不要挑那種很貼的衣服 然後露一個尖 你的肌肉會 肌肉會比衣服還大尖 對 這樣子微微的露 然後露出鎖骨 然後這樣側這邊的看著男生 對 這種我告訴妳 男生根本不管妳的胸 不管妳的腿 真的 只想帶妳去吃麵 對 真的 打同邊 是 然後 因為他剛才就是穿著球鞋 穿著那個 我跟你講 那樣子的女生收到的禮物 都不夠精彩 都不夠精彩 因為就穿球鞋 OVERSIZE的棉T 就覺得妳應該 隨便去個夜市買個1900的禮物 就能滿足妳 對不對 拿上一個粉紅色的小手包 這種女生可以收到的 應該是手錶戒指以上的 精品類了 精品類了啦 已經不是夜市可以滿足的 對 好 然後 所以像其實DORA 她的腿的條件很漂亮 皮膚好緊緻 膝蓋又沒有黏輪感 所以她可以 她可以多多的嘗試一下 就是 她其實就是很適合 穿那個肉下半身的 但妳要讓人家看到有褲子 或者是妳看 像這種微微的平肩 那它這個綁的位置 妳可以放在肩上 或者是手臂的兩色 然後是短版的 對喔 對 短版的 對 然後 或者是 妳上身只要穿一件 很簡單的T恤 特別 沒有 沒有 這裡面要穿 穿要穿的 穿超短短 不 紙內褲 超短短褲 那有什麼材質的呢 紙做的 雷絲的 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對 都可以 什麼顏色 白色 紅色 白色會比較好 白色 白色會比較好 裡面有 可以穿黑色短褲 膚色 膚色 如果你上身是穿黑的 你的短褲可以搭黑的 那些很美 但基本上就是以銅色 但其實男生看到這種 雖然說很像蚊帳 可是這種 若隱若現的腿在當中 如果說你覺得 自己的腿的條件 不是那麼好 雖然很直 很漂亮 可是好像條件 沒有那麼到完美的話 用若隱若現的方式 也是不錯的量子 當下 利用Oversize上衣跟短褲 展現出氣質與聰明感 不再是那單純好片的女孩 這樣才是男人心中的 理想對象